別想再躲 我今晚就會像鱷魚一樣 拒絕你身體每個部位 高幾點講說我熱愛表演 那低幾點 低幾點是我熱愛 台灣大人秀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正東 台灣大人秀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鱷魚的導演 陳大鵬 歡迎來到 D&J I 1 我一開始以為只是暫定的名稱 一般電影前期拿到劇本 他都有一個暫定名稱 反正之後會換人 當然因為演著演著 到後來覺得 其實鱷魚這個名字真的確實 蠻符合這個電影的 走向跟主題的 而且我本身很喜歡 我從小看那種鱷魚片長大 鱷魚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感覺就不要放 我是愛電影啊 耐克真的嗎 我嗎 我是愛表演啊 好好好 是 高級一點講說 我熱愛表演 那B級一點 B級一點說 我熱愛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 我是真的很喜歡表演 對不然其實 前幾年就會想要放棄 我覺得尤其是在 台灣這個地方 做電影是真的蠻辛苦 像大家感覺好像電影 盛大 然後演員很多 很好賺 其實真的還好 如果你純粹以金錢考量的話 就更多地方賺得比我們很多 但是因為真的對表演有一種 還有對於電影一部作品的出現 跟誕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熱忱 跟熱愛 除了劇本有趣以外 主要是覺得 導演對他的 因為導演話其實不多 嗯 但在聊劇本的時候 當然就有很多他的 見解跟想法 跟他的 創造的時候的一些 背景故事 等等 我就覺得 導演對這個劇本是很有 注入很多的熱情跟時間 所以我覺得 跟 這樣子狀態的 導演一起合作 我覺得會是一個 很好的體驗 我們想法都很 其實 蠻簡單的 就是有心情要追求的東西 但在過程中會一直尋找到 更重要的東西 更重要的東西 對 只是有時候自己不是那麼清楚 然後其實我們 雖然 看似我跟他很不一樣 但其實我們都在追求一個 追求一個 認同感 跟一個 被肯定的狀態 就看裡面只有裸戲啊什麼 那個都還好 裸戲 喔裸戲還好 那你印象很深刻 蠻 稀鬆平常的 很上手就是了 就是 但是 我的身體就是我表演的工具 對對對 所以 還好 我主要是 主要是 李康生 康生哥演 哇天啊 然後再 到最後又確定 陳志平是 李星傑演 就突然壓力沒有很大 因為原本沒有預測是誰 但是沒想要來了 來了兩瓶 我人生中 目前 我上的表演課不多 但我覺得我上最好的表演課 就是跟 這兩位前輩演戲 一種莫名中 讓我 對演戲有很多 認知跟進步 鱷魚撩然好難喔 對啊 哈哈 2 HOURS LATER 凡是誰 前面講 好啊 他來起來 喔 這個好噁 這個可以用嗎 可以可以 你先講看看 好 好 可以想再躲 我今晚就會像 鱷魚一樣 拒絕你身體 每一個不韋 鱷魚沒有在拒絕 鱷魚是整個 游下去 今天晚上 我們就像 鱷魚一樣 深吞 活泡 吃下去 一共進行七題聯想題比賽 兩人須同時進行搶答PK 先回答出三個相關詞 便得一分 而輸家在最後的宣傳時間 則必須扮鱷魚來進行宣傳喔 石地訪查 3 2 1 水田 倒入 稻田小魚主任 夾娃娃機 3 2 1 很難淋錢 娃娃 常敬仁 3 2 1 不待機 沒出現 立委 看板 看板 一圓 陳之婷 3 2 1 李欣潔好美 厲害 李康生 3 2 1 哇 很會演 金馬 節奏很特殊 魚大尾 3 2 1 小魚 笨 3 那我們最後一題玩大一點 最後一題3分 我們讓導演有翻牌 最後一題 鱷魚 3 2 綠色爪子 很餓 恭喜戰功 是我的 鱷魚這部電影呢即將在10月8號的全台上映 然後我希望大家可以進戲院看鱷魚 然後在電影裡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真的想要追求的東西 然後住了 喜歡上了就不要放掉 10月8號呢就希望大家進戲院之後我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很特別特別的驚喜 希望大家可以進戲院然後得知那個驚喜 然後隨便看電影之後分享鱷魚就是電影給你身邊的好朋友 我們現在有個驚喜是導演要辦一下鱷魚 剛剛是不是沒有 是不是這樣